学再多绘画技术 不如从伟大艺术家前人们的人生中 看看他们怎么从弱笔掌握逆天实力的 这个系列和村民们一起 几分钟过一生 Tesuka Osamu 1928年 战至日本大发展后 即将遭遇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日本军国主义盛行 又要再次发动战争 拉动经济 这年 一个叫Tesuka Osamu的婴儿 在大阪降生 Tesuka这一代日本孩子 看的动画片都是美国 或Mickey Mouse Snow White Popeye啥的 一张猫小兽 看的也是这些 难道我是漫画之神战士 Tesuka小学时经常遭遇霸凌 靠幻漫画逃避现实 因为喜欢补充 11岁时 给自己取了一个中二的笔名 Tesuka Osamu 加了一个虫子 但读音还是Tesuka Osamu 看来大师和现在网上小屁孩也差不多嘛 他就是Pokemon里补充少年的原型 没有哈 这两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14岁时 Tesuka看了一部从中国进口的动画电影 《铁山公主》 感叹中国动画实力竟如此强悍 然后发现这神剧最后 居然还有打倒小日本鬼子的标语 从此发誓 打败宗漫 意漫崛起 16岁 日本离战败不远 日本国内生活也受到波及 Tesuka被抓去场里造兵器 大阪遭遇美军空袭时差点被炸死 在另一个Tesuka被炸死的平行宇宙里 并没有出现 Bilibili 啥意思 17岁考上大阪帝国大学医学院 画挖的 果然得学艺 18岁时 《处女座》四个漫画 《麻将的日记忠》 在报纸上发表 19岁和既有合作出版 非法小刘书 《新铁山公主》 就相当于现在画本子的 由于战后 日本物资娱乐极度匮乏 《新铁山公主》 一夜爆红 吸粉40万 粉丝中 有一个6岁的小屁孩 拿着这本漫画 视为圣物 从此拉开了一个 鹿转粉 粉转一声黑的故事的序幕 但这是另外一位 日本动画之神的一生 22岁 《特津卡》连在 《ジャングルのタイテ》 成为军林 日本漫画的 《タイテ》 24岁连在 历史及神作 《鉄腕アトム》 和其他一大堆作品的同时 通过了 《国家秘识资格格》 经常对外宣传 哎呀 其实我是个医生啊 搞漫画只是 副业玩法而已 这节目到底是古典梦想 还是 有啥玩法的 25岁 刚入东京一个叫 《時空梦》的公园 经常收留一些 穷鬼漫画家 这也就是后来的漫画圣题 日本第一代漫画家 抽烟喝酒 烫头脚鸡的地方 相当于 建了一个大脑威兴趣 26岁 创作《日の土尼》 第一部 一个陪伴他一生的剧著 这时期 这个男人还创作了一部 叫《日本の騎士》的漫画 相传 这才是少女漫画的 真正鼻祖 看来少女漫画家 三部剑太郎 传承了大似的灵魂 30岁时 《特津卡》加入 《偷学动画技术》 制作动画电影 西游几 但觉得团队其他人都是傻逼 偷学三年后出走 自己创立动画公司 Nusy Productions 是要进军电视动画 漫画那边也大开新年载 《挖心坑》 顺便研究了一下金子 然后获得了 医学博士学位 我果然是个 没有价值的桃李宗 我去死路 扬让我 35岁时 推出日本首部黑白动画 《德州安阿托姆》 永远想追求第一的Tesca 以很便宜的价格 把动画的模仿权出售 迅速占领各大电视台 还打入了美国市场 勾搭到美国动画之声 Word Disney 但由于Tesca的动画 售价极低 为了节约成本 它打破了迪士尼大师们 总结下来的传统首帧 和传统电影动画 一秒要画 12张到24张图相比 《墨西布朗》 偷工减料 只画4张 Tesca的 只要画面漂亮 深油甜美 配约大气 动画上 只用两张图 张张嘴巴就行 这种快腔画的思路 成为了后来 在日本电视动画的主流制作里面 38岁时 推出日本首部彩色动画 Jungle no Daide 在光辉灿烂的各种大脚背后 对《墨西布朗》打工的动画师们 虽然能从神身上吸取功力 但薪水却少到 用花生米当工资的程度 Tesca自己的漫画作品 也越来越黑化 成人像越来越多 偶尔还制作一些 成本极高 精美流畅的色情电影动画 这种古怪的矛盾 导致《墨西布朗》 经常入不复出 45岁时 《墨西布朗》 《陀西布朗》 《陀西布朗》 Tesca现在三个 我怎么感觉 脑灰的自信了 哈哈 你却得了三个月吗 我去死了 不要拦我 因为长相普通 无法去夜店当夜晚还在 只能拼命产阳 《墨西布朗》 《墨西布朗》 还有那永远无法去超越的 音学漫画店后 《陀西布朗》 《陀西布朗》 55岁以后的Tesca 虽然全世界各种奖项加冕 聚集一身 但每天仍然是好几个出版社的编辑 躲在门口等着稿件 日夜在东京一个宅小的工作间 放上娇小乐 爆肝赶口的状态 小小困 没有想飘飘 只能在桌板上 怕你坏 依然在流行和艺术 儿童像和成人像中 挣扎究竟 1988年 60岁的Tesca 开始了人生巨著 《陀西布朗里》最后一部拍影片 画着画着 肚子不舒服 不坏了 导致漫画神作《陀西布朗里》 和另外一个有机会超越迪士尼动画的 《森の伝誌》烂尾 年末 Tesca去中国上海参加动漫节 面积20偶像 铁山公主的主创 万籁 那本动漫还没有 哪来动漫节 那是有女装大老卡着呢 在上海嗨了几天 回日本肚子痛得不行 去医院一检查 胃癌 1989年的春天 还没来临前的某日 Tesca从昏迷中醒来 留下了她中眼前最后一句话 享年60岁 太感动了 从大师的一生中学到了好多 我也学到了 要有头发 别搞动画 Tesca不管是学医还是漫画 都在探讨着 生命 尊严和对战争的反思 她借靠拼命画漫画赚钱 来弥补不赚钱的动画事业 培养出日本第一批动画人 同时 她的快餐理念 又拉低着 接下来30年 全世界电视动画的美术质量 和动画人的生存环境 但也正因为 这些快餐电视动画 能让日本动漫的产量 极数 剧情深度 种类广度 超越任何国家的作品 在没有Tesca的平行宇宙里 没有Sunrise 没有Mad House 没有发誓和她事不两立 专做高端动画的 超级黑粉 没有Doraemon 没有Kamon Rider 没有Gandan Touch Gingga Tetsuo Yama To Astano Joe Devilman 当然也就没有 我们后来成为动漫的 这一切 Dodji 如果你喜欢 Dodji村几分钟看一声系列 可以在回复和弹幕里 刷刷你想了解的那些 伟大画手艺术家的名字 让我们一起 从他们的人生中 学习 避坑 让自己的职业道路 走得更好 对了 Dodji村长期招募 兼职和全词的视频剪辑绘画和无暗达人 如果你想要和我们一起创作这些 能帮助更多走在伟大画手之路上的孩子们的有趣节目 欢迎将你的大作和简历发给我们 村民们 下次见 Adios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